一是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高等教育毛孺学率超过60%进入世界公认等普及化阶段 二是新增劳动率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.5亿 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具世界首位